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带给大家最新的活动攻略 元神红变的异神效应活动攻略拍照 元神4.5 这个元神新活动上了 首先是第一关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玩法 那首先队伍配置的话呢 只有两个角色都用这个试用的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关的话呢 释放战绩或者爆发之后 我们立刻不要动 然后拿这个光丽就可以了 奖励的话呢 是拿到三次光丽 并且分数到达500分就OK了 来我们这边直接开始挑战 那么是这样子的 这个威力大家可能自己打的时候 发现怎么打到哪打不到 那是怎么回事呢 来我们启动了之后啊 我们开大招 或者说放战绩之后 我们不要按 不要按放上键 我们立马暂停 然后呢把镜头找到这一个黄色的圈圈 再按一下右下角 大家看到 这边这个按钮 我们按一下 这样子一炸 大家看到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超感这个光丽了 包括我们放完战绩之后呢 也不要动 有的时候可能没有 那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不管继续打 下一波怪 开大招 或者这个放战绩 然后调整镜头 普通到这一个黄色的亮点 这样一炸 那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大家看 我们左边这个分数 和我们的这个 超感光丽 当我们这两个东西都满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退掉了 下一波怪 来我们开完大招 不要动 找一下这个黄球 好 那大家看到 我们左边 3-3 然后分数也到了 我们这边 直接左上角 或者ESC 退出 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光丽词鲁到了 这个分数的话呢 也有500分了 那这样的话 第一关的奖励 大家就可以领关了 好 接下来这个第二关 也是一样的 元素爆发 或者元素战绩之后 我们立刻停止 然后获得这个光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要验证分数 达到100分和1000分 那我们拿1000分 然后拿三个光丽就可以了 好 开闭之后呢 开出来的大招 然后不要动 找一下这个光丽 好 上一步乖 我们过来 大招丢出来先不动 光丽捕捉到 这边应该是刚开完大招之后 我稍微扭了一下 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这个 不管是放大招 还是放这个元素战绩 是一点不能动 你这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呢 其他的什么方向键 就一个都不要动了 下 不然的话 就找不到这个光丽 或者说这个间隔时间太短 你可能也找不到这个光丽 好 我们这边分数到了 ESC直接退 来 选择关卡 让大家看到 这边的话 奖励就全部完成了 都记得领一下 然后下一关 第三关的话呢 是17小时之后解锁 好吧 记得关注再走